一边握手一边拿着合约 台新金董事长吴东亮 星光金董作魏宝生 两人笑到合不拢嘴 双方谈合并案 长跑20年 在8月终于拍板宣布新兴病 不过传出有关键音档曝光 指向台新金董事长吴东亮 早就渗透星光金股东会 据了解台新金董事长吴东亮 是加号股份有限公司 指派到台新金控担任董事长 彭雪芬则是加号股份有限公司 指派到新盛公司担任董事 新盛公司则独资成立新博公司 新盛及新博共同持有 新光金3.006%股票 再由新博公司指派魏宝生 吴东明及洪世席 与林敦人等四人至新光金担任董事 换言之吴东亮与彭雪芬夫妇 早就透过加号股份有限公司 辞职同时控制台新金及新光金 明显违反金金分离原则 吴东亮周二上午出席活动 一再强调是有心人是抹黑 不过北剑也回应已收受告诉 搞罚状分案侦办中 这场新兴合并案出现重大变数 专家这样看 并购新光金过程当中 掌握了这样一个关键的录音带 那当然是以中信金的并购为上风 对此财新金回应 本公司负责人及其配偶军恪守法令 且易经主管机关检视 确认符合金金分离原则 本公司法人董事加号公司 本公司董事长之配偶彭雪芬女士 军委担任新光金董事 自无违反金金分离规定之情 新光金两大股东也发声明回击 遭到恶意抹黑 将依正交法诬告及防害秘密 及隐私等刑则之规定 予以最严厉之行事告诉追究 明示新闻综合报道 本公司 toda 群库和波 原刑 许多